早兩年多前 當全世界都在炒撈的時候 我們都出過很多條影片 叫人不要再炒 不值 總有一天會爆煲之類的影片 妹妹出這些影片的時候 一定會被人罵的 也有些人不再支持我們 因為大家都是沉迷在炒賣的心情裡面 當然很多人說 這錶升了值 非常開心 眼光獨到 簡中一隻錶 過很短時間就升了 當然 有人也是從中獲利 聰明的人在那個時候 將他們陳年的努力士都賣出去 那些是最Smart的我覺得 今天什麼環境 大家當然知道 這三年多來 我們也是經歷過很多 風風雨雨上上落落 每次講一些 人家不適合聽的話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流失了一些支持 不過真的不要緊 我們都是做回我們自己的事 我們又不習慣去做另一個人 只講你喜歡聽的東西 其實外面真的有很多專家 往往死的就是這些專家 我們從來沒有認是專家 只是天天很努力地 希望找到更多更笨的東西 去給大家 有時候我們 就算介紹了幾多多笨的東西 幾正的東西給大家 只要我們說了一句 你不適合聽的話 可能就會失去你的支持 不過沒有辦法 都很難取悅所有的人 最壞我們經常習慣了 又那樣那樣 又不懂得怎樣去修修賣賣 或者軟滑一點 不過不要緊 玩標 不需要有一個很大的觀眾群 在我這個頻道來說 我只要一班 跟我們玩標 理念相同的人之前 已經很足夠了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 開心的星期日 拜拜